动目标 视察校舍整件工程 开学了硬体设备要赶紧好 但另一方面校园防疫不能少 新北9月22号12到18岁青少年校园开打 进出学校接种后两天全校改券上学习 但却有医生认为不必要 儿童感染科医生直言 BNT疫苗第一季比较不会不舒服 而且教育部有提供三天疫苗假 可由学生评估自己状况 不一定有全面改采线上授课的必要性 万一有学生利用远距期间去从事打球等剧烈运动 反而可能增加不是风险 最重要是让学校的老师 都能够掌握孩子们在家的健康情形 随时学校可以跟家长一起配合 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 不过相较而言 隔壁的台北市没要全面跟进 让学校自己处理 目前有三校申请接种后一天全校线上学习 其余都是照常上课 学生自主请疫苗假 就我所了解的 各县市在跟教育部做协商的时候 的确教育部对这件事情是稍微有保留的 那我想我们就是尊重各县市的决定 打完BNT以国外案例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包含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 心肌炎 心包膜炎 学子接种疫苗 各地方做法大不同 TVBS新闻叫沐浴里做恒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